天气冷嗖嗖 寒流一波接一波 能够品尝一杯热乎乎的果子茶铺黑风QQ 不但弹牙又能温暖身心 这是来到罗东小镇友善夜市才有的享受哦 罗东夜市小芋圆果子茶铺 寒冬推出创新口味 招牌黑风QQ 是将仙草不停熬煮数小时 等到客人一点再隔水加热 就能喝尽暖乎乎的黑风 干干甜甜的口感 再搭配小芋圆就是最完美的组合 你喝的感觉很好啊 然后那个茶的味道 就是还蛮好 就是干干的 就是会回感 有点回感 在果子茶铺老板小猪和老板娘小猪妈妈的研发下 他们把九份芋圆摇身变成为一颗颗圆滚滚的小芋圆 每天坚持新鲜上市 将宜兰的好水煮开后 把小芋圆放入热水 煮个五分钟 等到小芋圆的圆心都熟透了 老板会细心的淋上甜蜜蜜的果糖 均匀搅拌 招牌的小芋圆在配上果子茶铺的各种茶饮就能品尝到香气四溢的芋圆香味以及Q弹有劲的脚感 就那个这是红豆吗 很甜 然后有奶香味 然后很好喝 拥有一套标准作业流程的制茶程序 每一杯饮品都要经过称重 才能跟茶品结合 形成最适合的比例 也因为作业流程标准化 就连来帮忙的小姐妹 也能够轻松搞定为客人服务 可爱的姐妹花 牵手为客人制茶的服务 就成了果汁茶铺最佳活广告 芋头很Q啊 很香啊 然后搬了这个更好喝啊 来到果汁茶铺 游客们可以上Facebook脸书打卡 能够享有特别优惠 也可以让更多好友知道 罗东夜市果汁茶铺的热情与美味 雪碎新闻 吴亦林 吴世伟 裁缝报道